主要就是修改 所以还是这一行 这一行其实说真的没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你实在是改不出来 你就是一定会卡在这里 一直卡一直卡 其他的地方 再来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业务 改成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 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共用的 所以最好你程式不要重写 聚集也不要重录制 你想说产业别怎么办 你不会讲说再来一次 当然再来一次的话 那就插入 枢纽分析表 他底论是油标应该放里面 油标先放里面 枢纽分析表 抓到范围之后 刚刚是业务 现在是产业别 然后一样是总价 总价部分的话拉到这里 如果一样还有排序 排序也一样 所以基本上如果都一样的话 那再录制一次好像没什么意思 其实只要改个地方就可以了 能够需要改的地方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慢慢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慢慢要加注解 然后看懂里面到底有什么差异 然后慢慢习惯 它的物件的命名方式 反正一定是哪一个物件底下的算纸物件 那这个的Active sheet指的是工作表 它底下会放什么东西 放一个叫 那个Pivot Table 其实它这个枢纽分析表英文名称 就叫Pivot Table 基本上Table就资料表 实际上它就是把Excel拿来当资料库 拿来这样使用 所以其实后面还可以拿什么外部资料库 所以外面现在很多是外部资料库倒到Excel里面 再去跑那个视觉化的部分 但是这个孙柳分析表 我记得好像有个问题 它最大的比数只有1048576 就是100多万比的限制 所以后来微软又出Power BI 它其实就比较没有比数的限制 OK 不过100多万比 那一般工作也够了 一般的没有不太可能就100多万比 所以这里面的话 它一定会有个名称 所以未来这个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哪个名称 所以未来如果实在有问题的话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数字也OK 第几个 因为这里面只有1个 那你就用数字也可以 所以这个可能要转个弯 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 Pivot 里面会有Fee 栏位 栏位的话我们是从总标里面取哪一个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叫产业别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可以把这个拿来复制一下好了 改成什么叫共用的 所以共用名称的话我们就不要取太复杂了 我们也许叫什么枢纽好了 OK 那枢纽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只有这个地方 跟哪个呢 跟还有哪里呢 找一下有没有地方 这里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其实只有两个地方 那两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吗 干脆这边的话就是改成什么 栏位就是一个引述名称叫栏位名称好了 然后后面的话 SStream 你给我一个名称 那我将来就带到这边来 那我根据不一样的需求 我给不一样的结果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共用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是 也许叫什么枢纽分析表 然后假设我是业务好了 小瓜Enter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带也是业务 不过SStream 记得前后要帮他带个双引号 那再来的话呢 识别 SStream 识别 业务枢纽分析表 是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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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枢 业务枢 第一个 我们就带这 我印象中应该是 前后要双引号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带过去之后的话 那我再来就扣什么 扣 扣 不对 不对 我昏了 应该是在这边才对 这边扣之后再带给他 应该是扣那个枢纽 应该是在这边才对 好 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写成事真的是很耗费心神 这个很容易就会那个 所以要非常的脑力要非常的好 所以一整天如果你经常在想成事的话 真的晚上非常好睡 真的晚上非常好睡 真的睡不着吗 那表是你好弱 好 那意思应该刚打错了 应该是打在这里 扣的时候顺便丢给他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假设枢纽分析表业务 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说枢纽分析表的那个什么呢 枢纽分析表的那个 产业别的话 那其实也是从这边产业别 产业别 那一样呢 我们传给他的话是一个extreme 所以这边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我先把这个删掉一下 OK 所以呢 基本上只恢复 只能剩一个 那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错误的话 我是建议干脆你就是 是不是删除工作表这个地方 其实应该是从这边应该 如果这样好了 扣 扣他好了 从删到剩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只有留总表 其他的帮我删掉 那再来的话我就是 执行产业别的时候呢 就扣 扣先删除所有的工作表 那怕会有错误 然后呢 先帮我把它全部删掉 OK 试一下 应该实行这个 先删掉全部的 剩一个 剩总表之后 然后呢 再来就传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来个名称 产业别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先建一个枢纽 建一个枢纽之后的话 这里还在没赶 所以有的时候 怎么办呢 这边帮我把它拉过来就可以 拉到这边来 复制一下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再把它复制一下 这样的话呢 应该OK的 试一下 这边先删掉 然后产业别拉过来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看一下 产业别没错 好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帮我建了一个产业别 所以这边看到的应该就产业别 那再来的话就加总 所以加总 然后再排序 OK 没问题 剩下来的话呢 就再 所以将来也许你直接扣这个 扣最后这个 所以底下这个呢 基本上都什么应该都不用改 只需要 要是不是有必要放这 我试一下 OK 看一下 OK 没问题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的重点 记得 第一个 把刚刚的那个 就是 樞纽分析聚集 我把它改了 大概就只有改这个 还有这个栏位名称 其他都没动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符合 也可以符合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 或者其他的栏位 这样的话呢 未来呢 反正你就自己再变化一下 那樞纽分析表 你会发现 里面就可以做很大的弹性 所以樞纽分析表结合VBA 等于就是让那个樞纽分析表的 那个他的火力 哇大大的提高太多了 本来是可能步枪 现在变成机关枪了 对 有没有跑个回圈 自动很多东西都自都带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有在用到 樞纽分析表 你就要去想说 如何把樞纽分析表 跟VBA做良好的这个自动化结合 OK 这真的是非常方便 以后你的报表 甚至真的就一件可以完成 所以再把那个樞纽分析表的功能带进来 哇 那基本上可以做的事情实在是相当的多 不过很可惜好像坊间比较少看到 关于就是樞纽分析表跟VBA结合应用的 这部分的相关的书籍 大部分我看那个樞纽分析表都是单单只有 教你什么 拉那个 那个单单都很简单 我觉得到比较关键的地方 那就没有了 就变每天你就要去弄那 重新再做一次 重新再弄一次 每一个篮就再做一次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最好的方法就是 去 路自聚集之后 以后就动态的让他去跑什么 跑每一篮 那不就自动就产生报表 而且位置甚至都可以自己去安排 而且甚至你要放在同一个工作表也可以 或者是放在不同工作表 你就add一个工作表 重新命名 把樞纽分析表放进去 其实这样都可以办得到没有问题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讲到有关那个 把樞纽分析表的那个聚集 再修改成共用的 这个共用的概念 慢慢就是有了之后 以后程式只要写一次 不用再重写